大家好 我是胡明星 那在这节课当中 我们将去给大家介绍一下 Jungle里面的ORM 它的一个常用操作 那Jungle里面的ORM这套机制的话呢 是去操作数据的 那操作数据我们无外付呢 就是增加删除修改和查询数据 OK 那增加数据的话呢 我们经常会用到像Create和Save的方法 那修改经常会用到 Update和Save的方法 查询用到的方法非常多 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会专门去讲解查询的API 那删除呢 我们主要用到Delete OK 我们来看一下 课件当中提到的实例 我们去完成一下 通过这些实例 让大家去了解这些方法的 一些具体的使用 还有和相关的一些技巧 OK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create create 那我们现在要去增加一条作者的记录 那作者的记录的话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module 我们的module的话和作者相关的信息呢 有两个module 一个是这个ISO 另外一个是detail 对吧 这个ISO detail 那这两个的话 我们要去增加一条作者作者的信息 那相当于是要向这两个module里面去插入数据 OK 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去插入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换一种操作的方式啊 之前的话我们是在这个VU的代码里面去给大家做的演示 在这里面去做的演示 那我们在之前讲解命令行工具的时候 还有用到一个seal 有提到一个seal 这样的一个命令 我们通过它呢 去调用出将过的一个seal的环境 在这里面去给大家做演示和测试 在这里面呢非常的方便 那具体怎么去用哈 我这地方已经进入到相应的虚拟环境 并且进入到我的工程目录下面 那进入之后的话呢 我再去执行这个seal的命令 那执行seal的命令之后 我进入到这样的一个seal环境下面哈 这里面的操作就和我们在py模块里面哈 它在代码里面去操作是一样的 那比如说我现在要去把我这个hello下面的这个modules 它里面的所有modules全部导入进来 好 那导入进来之后 导入进来之后 我们现在呢 分别的向这些modules去插入数据 好 我现在是要添加一条作者的信息 那添加作者的信息的话呢 我们会用到一个object的管理器 这个管理器 我待会单独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 我这个管理器有一个方法 create 那这个create的话 我要去插入一个信息 那我这信息是 名字哈 这个作者的名字 假设是胡大海 好 我去插入一下 那在插入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数据库里面有没有这条信息 好 现在这条信息是没有的 对吧 数据库是空的 这个表是空的 好 我现在去插入一下 好 其实我们的这个插入 我们这个插入的这个操作 好 你会看到 它其实是生成的一条insert的语句 好 这是seql语句里面的一条 插入的一个语法 对不对 插入数据的一个语法 好 之所以能够看到这个seql语句 是因为我们在seql里面 有配置 这个日志的输出 我们把它 把seql的这个输出放到了控制台 所以整个看得到 你如果是不想看到这个信息 你把这个给注释掉就可以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条数据有没有插入成功 OK 你会看到我们这条信息呢 就插入进来了 对吧 就插进来 好 插入一条作者 作者的信息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详情的module 对吧 所以我们还要向这里面去插入 那向这里面去插入的话呢 好 这里面是就没有name 那就是seql seql 这个是负尔类型 0或者是1 负尔类型的话 或者是force 或者是处应该都是可以的 对不对 都是可以的 好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插入性别 如果是force 嗯 啊 就是0 对吧 0表示force 那他就是 好 嗯 就是代表蓝 对吧 好 然后email 我随便再写一个 好 然后地址 北京 某某 好 然后再来一个生日 再说1988年 1月2哈 好 这些信息我就随便写了 好 然后最后一个哈 最后一个注意是一个one to one 好 就是一对一的一个关系 那这个一对一的一个关系的话 好 我之前有说过 它其实就是一个主外界的关系 只是是限制了一个unic为一约束的一个主外界关系 好 我们要去插入这种主外界关系的时候哈 我们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以对象的方式 一种是以ID的方式 那我们先用ID的方式 什么是ID的方式呢 那我们打开这个detail的表现在里面什么数据也没有 好 你会看到这个地方的字段名 好 是ISO下号线ID 对不对 那这个下号线ID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它的这个字段的方式去指定 我们要插入的这个作者的ID呢 是1 好 为什么是1 因为我们刚才所关联的 所插入的这个作者信息胡大海 他的ID是1 好 然后我这样子去插入信息 好 执行一下 好 执行成功 刷新 你会看到我们的这一条信息呢 就被插入进来了 对不对 就被插入进来了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我们是第一个是去插入了一个作者的记录 那我们要现在呢 再去插入一条出版社的记录 出版社的记录 我们换一种方式哈 就不用quit的这个方法了 我们用save的方法哈 我们就用save的方法 save的方法 save的方法的话呢 怎么来用 好 首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module 出版社的这个module populity的这个module 我们先去 可以实力化一个空的populity的一个对象 对吧 一个module 一个module的对象 然后分别的去指定这个对象的属性 比如说name 好 这个name呢 好 我随便写哈 电子工业出版社 好 然后它的地址 好 地址也随便写 成都华阳 好 城市 那假设是成都 好 然后省份 好 省份信息 那是四川 好 然后country 好 中国 网址 出版社的网址 website 好 网址的话呢 随便写一个啊 假设就是metsedu.com 好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去实力化了一个module的对象啊 就是这个出版社的这个module的一个对象 然后分别的去指定它的属性 好 然后我再调用module的一个save的方法 好 执行 同样你会看到它其实生成的是一条insert的语记 对吧 是的语记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这条信息有没有插入到你的出版社里面 这张表里面去 OK 好 你会看到哈 这个信息呢都被插入进来了 对不对 都被插入进来了 OK 好 这是第二个例子啊 用save方法去 插入了一个出版社的信息 那第三个呢 书籍的记录啊 书籍 那书籍呢要复杂一点啊 为什么要复杂一点 书籍里面除了有外界的关系啊 除了有外界的关系 还有一个多对多的关系 啊 这个多对多的关系 他不能一次性的把这个信息插进去 好 我们要分步骤的去做 好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做 好 我现在要去 好 插入这个书籍的信息 插入书籍的信息的话 插入这种主外界关系的信息 好 前面我们在用 前面我们在用 在查询啊 在插入那个作者详情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这个ID的方式去插的 对不对 啊 在之前我说有还有一种方式 用对象的方式去把它插入进去 好 主外界的关系 用对象的方式去把它插进去 好 怎么来做 啊 可以这样来做 然后可以这样来做 我们可以先去 好 我们可以直接呢 使用book.objects.create 好 然后我们插入他的标题啊 比如说这标题呢 Python实战 书的名字呢 叫Python实战 好 作者的信息 现在没有 作者信息 我们待会要单独长 因为是一个多对多的关系 好 然后第二个呢 是populist出版社 好 在出版社 我们之前说 可以用这种主外界关系 可以用下号线ID 因为他的这个 因为他的这个名字 对吧 字段名字叫 populist 下号线ID 好 但是呢 我们这个地方换一种 用对象的方式 那你就不用去写下号线ID 好 我们前面是不是在初始 在去插入这个出版社的时候 是有一个出版社的对象的 对吧 好 所以呢 我可以把这个对象 直接给他 就不用给具体的数字 ID数字 好 然后那第三个字段的信息 是出版的日期 好 我也给他写上 那这个是2009年 也说5月6号 好 我这样插入之后 我这样插入之后 回车 好 回车 我这地方同样生成一条 insert的语句 然后我看一下 好 这个信息呢 有没有被插入进来 OK 那是不是就插入进来了 插入进来了 但是要注意什么呢 我们的多对多的关系 我们多对多的这张关系表里面呢 没有数据 没有数据 也就意味着这本书 还没有作者的信息 对不对 没有作者的信息 我还要向这张表里面去插入 书籍和作者的一个关联的信息 那这个信息怎么去插入呢 这个信息怎么去插入 我们要先得到 我们刚才所插入的这本书的对象 要先得到 怎么去得到这个对象 我们用一个查询的方法 用一个查询的方法 book.object.get 好 我们刚才插入的这条书籍的信息 id是1 对吧 id是1 id等于我先得到这个对象 那这个get的方法 其实生成的是一条snake的语句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用book 点 我们要插入这个多对多的关系 调用它的这个字段 然后再调用一个add的方法 好 然后我们再去插入作者的这个对象 好 但这个作者对象现在没有好 所以我们还需要先去把作者的作者的这个对象 哈 也获取到 作者的这个对象的话呢 是 也可以通过get的方法去获取 object.get 好 我们刚才的那个作者呢 也是id等于的 对不对 好 得到这个作者对象了 好 然后我们再用刚才的这个book啊 书籍的对象 去调用我们作者的这个多对多的字段名 对吧 属性 好 然后再调用add 好 然后呢 我要把这个作者的对象呢 添加给他 好 添加给他 然后去回车 好 那这个时候 好 我们就插入了一条关系的记录 好 关系的记录 我看一下这条关系表里面 好 现在是不是就有就有相应的这个关联信息进来了 对不对 好 关联信息进来 OK 好 这样的话 我们这条书籍的信息呢 也插入成功了 对不对 也插入成功了 好 这是 好 这是这个增加的方法 好 增加的方法和方式 好 注意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用到 好 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有用到 一个叫做object的东西 好 object 好 这个呢 是 好 这个是module的 默认管理器 好 这个所谓的管理器是什么呢 你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是我们这个module的一个方法的管理器 在这里面 他是有很多 比如说像create 或者像get的这样的一些方法 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方便去操作数据 好 这个管理器我们后面也可以自定义它 在后面的课程当中呢 大家会了解到 在进阶的课程当中会了解到 OK 好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id 就是插入 主外键关系的时候 可以用对象的方式 也可以直接以id的方式 对不对 你关联id 这两种都可以 好 然后插入多对多 插入多对多关系的时候呢 要分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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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们下来自己多念一念 就能够明白 好 这是增加 好 增加 然后修改了 修改的话呢 是update和save的方法 update和save的方法 比如说我要去修改 id唯一的这个名字为叶良成 为叶良成 性别要改为女 我就改一下他的名字吧 性别改为女 你们想一想怎么去改 我们的这个id唯一的这个作者对象 对吧 我先获取到 获取到 获取到了之后 获取到了之后呢 我可以用save的方法去改变他 好 他的内蒙 我给他设置成什么呢 叶良成 对吧 好 然后呢 再使用save的方法 这个还是module的那个save的方法 好 回车 好 那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我们的这个save方法 那就变成了一个update 对吧 这个save方法既可以去增加数据 也可以去修改数据 OK 我们看一下数据库里面的这条数据 有没有修改成功 看一下 好 是不是就修改成功了 对不对 修改成功 好 性别改为率 好 你们想想怎么来做 然后这地方就不去演示 然后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用update方法 update方法 那比如说我要把刚才的这个出版社的网址给他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 我刚才的这条出版社的网址 他本来本来就是这个minez一定有点com 那我假设把它修改成 谷歌.com 假设要修改成这么多 然后同时把他的程式也修改为程度 怎么来做 我们用update的方法怎么去做 我们用update的方法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 同样还是要用这个module 我们的出版社的module是叫这个 然后object里面 object这个管理器里面它提供了一个update的方法 那这个update的方法 那这个update的方法 那如何去进行使用它 好 如何去使用它 好 我们之前要去获取到要修改的对象 对吧 比如说id等于1的这个对象 出版社的对象 然后update什么呢 update webdate网址和程式 程式的话我们是state 对不对 程式的话我们是state这个字段 好 然后这个是webstate 好 程度 然后呢 webstate是等于 谷歌 ok 好 来看一下 它的set本来就是成都 对吧 那我给它换一下 比如说把改成不是成都 假设是改成重庆 好 搞掉了 好 白敲了 重新再敲一下 publish google.objects.objects.objects.getid等于1.update 然后set 然后set等于重庆 webset等于 google.com 然后回车一下 好 回车一下 好 回车一下这地方不行 就是get的这种方法不行 get的方法不行 我们换一个 这get的方法为什么不行 你在后面查询的时候会说到 因为update的方法 它是一个叫做cure set的 cure set的一个对象 里面的一个方法 我现在换成一个filt 换成filt之后 我再来执行 filt 这地方的单词 写错了 filt 好 然后这样的话 执行成功了 执行成功了 同样生成的是的update 来看一下执行的结果 那是不是变成重庆了 对吧 网址变成谷歌的网址 好 达到了一个修改数据的目的 好 这个地方要注意 这个地方要注意 好 这个地方再给大家背诸一下 create是管理器里面的方法 然后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seal的方法 是module本身的方法 module对象的方法 所以要搞清楚 好 这个update 这个update是 一个叫做 curry set 对象的方法 好 这个要注意 因为我们 我们后面会再去讲查询的时候 会再讲查询的时候 会比较 curry set和get get它是返回的一个module的一个对象 它不是一个create set的一个对象 好 所以 我们换了用feat 因为feat它是缓回 缓回的一个create set的一个对象 OK 好 这是修改的这一部分的功能 好 那我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当中 我们再把删除和查询再给大家讲一讲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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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